觀眾朋友好歡迎回來財經及時通 我是Sandy 哈囉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長 我是李歐 我們看到疫情趨緩了 但是經濟數據卻表現得很差 後續該如何看待呢 有請李歐 好的那我想這個地方 美國股市開始 昨天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拉回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美股會突然拉回呢 不是正在反彈當中嗎 好那最主要是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財報啊 財報這個金融股 這禮拜陸續發布這個財報 結果財報表現數字真的太糟糕了 所以昨天晚上就拉回 而且幅度比較大 大跌445點 可是呢 整個美國股市反彈的趨勢 有改變嗎 目前看起來還是在往上走高嗎 那我們看到昨天雖然拉回 可是拉回幅度大概1.86%到2%左右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但重點是他為什麼拉回 最主要你看到金融股 包含像這個 高盛 包含像這個 花旗銀行 City Bank 包含像這個 美國銀行 哇這個獲利衰退好驚人啊 你看 動輒衰退 46% 45% 都接近50% 很可怕 那為什麼衰退這麼多呢 其實他也並不是真的衰退這麼多 其實他是為了要提撥呆帳損損失 所以他有多列一些費用 好那這些費用他只是暫時性嘛 因為他要預防這些美國老百姓 他可能無法繳房貸 無法繳信貸 他預先提裂這個呆帳 因為他認為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損失 所以他先預先提裂 可是他提裂之後 未來如果這件事情沒發生 假設整個經濟起來 他還是有可能會再衝回來 好但是股價反映的是未來嘛 所以我們看到 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發生像花期 雖然跌比較多跌5.6 那美國銀行跌6.5 可是你看高盛 欸是漲的欸 怎麼感覺上好像有點利空出盡的味道 再來呢我們看到 經濟基本面 零售銷售的數字 哇好慘 這個單月份三月份下跌8.7% 哇是創整個統計以來 1992年以來 單月最慘紀錄 是不是很糟糕 可是你要想想喔 前兩個禮拜 前三個禮拜 在公佈這個 上週出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也是破紀錄的差 哇一個禮拜動輒 六百多萬人領失業救濟金 可是當天連續三週喔 的禮拜四公佈 那今天晚上又要公佈嘛 結果你看到連續三週 都出現 美股都出現大漲 會不會今天晚上 美國又公佈這個 出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結果又大漲呢 也是有可能嘛 因為這個是在反映過去嘛 重點是未來 你要怎麼做 準備要把這個停工的 這個工廠 還有這個封閉的經濟 慢慢的把它解開嘛 恢復這個工作嘛 好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連什麼最慘的 航空業 都飛機沒有在飛了嘛 那航空昨天也漲喔 漲3.9% 包括像波音公司漲3.5% 連電動車 特斯拉 加州工廠還在停工嘛 哇 昨天也漲2.8% 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再來呢 你看德國 德國他說什麼 他說4月20號 準備要重啟經濟 因為 就從這個零售上開始嘛 我們剛剛看到美國 零售銷售數字很差 可是德國 他說下週一開始 準備要恢復部分的經濟活動 而且是逐步解封 逐步解封 好為什麼他這樣子 為什麼他敢 因為經濟太差了 第一個是經濟很差 第二個主要是疫情 疫情高峰期已經過了嘛 對 3月28 德國的確診高峰期就出現了 就已經過了 到現在4月中了 已經快要半個多月 快一個月了嘛 好那這個地方 全球重災區第五名 總確診人數現在是排名世界第五 13萬人 死亡又有3500人 可是你看 日子還是要過啊 經濟還是要拼啊 所以這個地方他開始下週準備要拼經濟了 確診高峰已經過了嘛 再來 美國也是一樣啊 美國疫情開始趨緩 東西岸準備要重啟經濟 法國呢 他說5月11號 逐步解封 福特汽車 有沒有第二季 也準備要復工 全世界各個國家 德國法國美國 包括像這個義大利西班牙都是一樣 你看美國 疫情開始明顯趨緩 4月11號嘛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報告說 這禮拜根據華盛頓大學的 健康中心預測模型 這禮拜開始 禮拜一開始就會趨緩 欸真的 真的趨緩 他是重災區第一名 總確診人數跟死亡人數 都是全世界第一名 可是你看他疫情 真的慢慢趨緩了 再來包含一下 義大利西班牙 一個3月22號 一個3月31號 都見到確診的高峰 後面都開始很明顯的往下滑嘛 所以啊 重點是你看 包含像台北股市也是一樣 你看全世界都準備在解封 都準備要拚經濟 那台北股市也目前正在走一個 反彈整理格局嘛 就是持續慢慢在走一個 反彈行情嘛 目前看起來還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我想重點是 你要選擇對的股票 因為後續有些股票 它還在低檔 才剛剛要反彈 當然大盤已經反彈快2000點 可是有些標的 它在相對低位置 還沒彈的 你要選擇那些 長很多的你不要去追嘛 所以我想現階段 投資朋友還是要回到我們的價值投資身上 怎麼樣價值投資 就是選擇 低本一筆 高配期的產業趨勢前景 今年度是往上看的 例如5G嘛 PCB嘛 中國準備要解封要平均器 還有最近 蘋果要發表新的這個手機嘛 當然這個地方 相關的產業都特別值得 投資朋友來做一個觀察 好 我們感謝Leo的分析 想要收到最即時的財經消息 也歡迎加入Leo的Light at 或Telegram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